嗨,大家好,今天来做腊肉酱 这个腊肉不是那个腊肉啊 瞧瞧我都准备了啥 烤熟的花生,芝麻,切了一堆的葱花 豆豉倒到油里边,去慢火煎一煎 然后加上葱花,也要慢火熬一下 目的就是把葱里边的水分全部挥发掉 但是又能够保留葱的美味 买了一块大火腿 当然如果不嫌麻烦自己用瘦肉切丁 然后再做也是可以的 猪肉牛肉都可以哦 先把肉放到这个油里边 慢火慢慢的把里边的水烤出来 然后加上各种料 除了花生芝麻留到最后加 其他的料现在都可以加入了 用鲜辣椒做的鲜辣椒跟葱花 差不多时间一起放就可以 我是用的前几天做的辣椒酱 所以在其他料放完之后再放辣椒酱 熬至一刻钟 然后把需要的辣椒酱加进来 有我前不久刚刚做的紫苏辣椒酱 还有19年做的一瓶大蒜辣椒酱 各有了几勺放进来 然后尝一尝辣度 是不是你正好喜欢的 然后继续小火再慢慢的熬 熬制的过程大概一个小时 熬制的差不多的时候 加入已经准备好的花生芝麻 翻拌几次 尝一尝味道 如果正是你喜欢的 那么就可以了 做好了的辣肉酱 卷东西吃 拌米饭吃 或者是拌面吃 炒菜吃 拌菜吃 都是极为美味的 除了当天吃的可以留在碗里 其他的可以储存起来 装到干净无水的密封罐里 放到冰箱里慢慢吃吧 一两个月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观看 拜拜